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近日再爆猛料 根据俄罗斯RT电视台的报道说 斯诺登公布的最新文档显示 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参与了美国针对全球的监控项目 据俄罗斯RT电视台9号的报道称 斯诺登近日通过英国卫报记者发布了一批新的文档 该文档显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 澳大利亚也参与了美国针对全球的监控项目 报道称澳境内共有四处设施与监视项目有关 主要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数据 拦截网络和电信信息 这四处设施分布在澳大利亚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另外新西兰也是项目成员之一 具体地点设在新西兰的南岛 目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发言人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据悉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组成了一个情报分享联盟五只眼 斯诺登此前曾经透露 五只眼中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在秘密监控方面 有时比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做得还要过分 一方面对本国国民开展密集的信息监控 一方面还通过盟友秘密加强对全球信息的收集 美国编织这张情报大网可谓费尽心机 That argument can be made against anybody who reveals information that points out mass surveillance systems because fundamentally they apply equally to ourselves as they do to our enemies